我覺得今天人數應該無法精確統計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個朋友 大概傍晚差不多五點左右 因為是他女兒今天考完試 說跟他爸爸抱貝說我要去 然後爸爸下班之後也趕去 他在傍晚的時候去的時候 因為現場人太多進不去 所以現在進場是要排隊 大家不要誤會 不要經過看很多人排隊 以為是百貨公司週年進 並不是 他從傍晚就卡在 大概差不多中山南路監察院 那附近就排隊準備要進場 排了二三十分鐘 基本上還在原地踏步 因為裡面沒有人走 因為一定要有人這樣子進去 就沒有人離開 就跟停車的概念一樣 大家就變成就地在那邊聽演講 所以人非常之多 那為什麼大家生氣 其實生氣的有很多 我今天在台中廠看到一個 自製的手牌 我覺得講得很有道理 他講他兩面 一面是上連是 今天事不關己 明天關的是你 我覺得這太有道理 其實我從禮拜五就講說 從這一場 這一次的整個公民運動 看到台灣的年輕人的創意 對 那像給大家看一下 這還只是下午的畫面 這裡應該是 這個錦南路 應該是錦南路 錦南路下午已經滿滿的人 這已經是 這是下午 到晚上我想應該更可怕 然後這一條是青島東 青島東 這應該是看這個角度 應該是從天橋上面拍下去的 非常可怕 密密麻麻的 而且你大家看那個光線 那是白天的光線 現在應該更可怕 這一次大家用各種形形色色的方法 來支援這一場活動 我有一位已經十幾年沒有聯絡的 阿里山的一個產銷班的班長 他昨天突然傳了一個簡訊 我嚇一跳 我以為有什麼好康的農產品要介紹給我 結果他說不是 他說明天學生要上街頭 有沒有需要什麼 我們可以幫忙的 那我就跟他講說 目前物資基本上應該 你說這個是男生還女生 一個男生 那就是年紀呢 課金啊 不過因為現在四十幾歲 不要講腦了 不要講腦了 因為現在有很多課金阿嬤 叔叔伯伯 阿姨 嬸生 課金公嘛 因為我會認識他 那是因為我找 我那時候在找台灣在地的苦茶油 那阿里山有一個叫茶山部落 順便介紹一下 茶山部落種的不是那個 我們跑的那個茶味 那個是苦茶 它的苦茶油是很棒的 好 那我就跟他講暫時 他說如果有什麼需要 你隨時跟我們講 我們這邊阿里山下去 可能去台北一趟不方便 但是呢 可以馬上把物資補習過來 然後呢 我有幾個住在舊金山灣區的朋友 他們現在都扮演起 課金阿公跟阿嬤 雖然他們叫課金阿公阿嬤 但是其實年紀真的沒那麼大 很多都不到50歲 他們遠在彎曲 因為真的很焦慮 可是你又不能馬上飛回來 那他們原本的想法是說 要把台北車站附近一家飯店 整層樓租下來 然後給這些去抗疫的人 有需要的 如果要過夜 換衣服啦 洗澡之類的 可以稍事休息 但是呢 因為台灣民不聊生 大家都去住旅館 房間客滿 訂不到了 對 租不到 租不到 那就改用其他方式 包括出錢 幫中南部有需要 北上的 幫他們出遊覽車錢 就是他們自己來贊助 那根據他們的說法說 彎曲的課金阿公跟阿嬤 現在滿口袋 錢非常的僵硬 搜不到金孫啦 搜不到金孫 對 因為大家金孫都被贊助了 所以你覺得這一場的遊行 當然他也許他你站出來 也許沒辦法改變什麼 但是呢 你如果不站出來 是一定無法改變 也許藍白兩黨還是一樣 會強度關山 會強度關山 會讓他過 但是照這個進度來看 我覺得今天大概過不了 因為現在好像卡在50條之二 就有點卡住了 就大概過不了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過不了就是下禮拜二 今天人一定很多 我估計啦 今天的人數 禮拜二是說3萬人 對不對 今天我想乘以二 絕對沒問題 絕對超過 因為今天人真的非常多 那今天大家為什麼氣 氣在是說 其實大家不要被帶風向 就國會改革 基本上沒有人反對 這是一個正面的詞彙 可是你要看他包裝的內容 他到底要過什麼法案 大家都支持國會改革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能假 國會改革之名 行擴權之實 而且最離譜的 我想昨天吳宗憲那一句話 大概幫今天多動員了2萬人 請教一下 反質詢你可不可以定義一下 過了我再跟你講 問那麼多幹什麼 先過再說 這個水你喝下去 有沒有毒 你喝下去 我再告訴你 就變成這樣了嘛 對不對 所以那一句話 大概今天多動員 大概2萬人沒問題啦 就是說 我覺得昨天 林濤在我們節目也有幫忙貢獻 他說那些3萬人 那意思就是說3萬人 我們的選票加起來 全台灣多少票你知不知道 要比選票 那民進黨選票比你們還多啊 民進黨的立委選票加起來 對啦 只是因為區域選區 只是因為選區的關係 民進 選制的關係 我提醒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委 區域立委全部的選票 加起來比國民黨多 民進黨的政黨票也比你們多 那總統選票更不用講了 也比你們多 所以如果這樣比的話 你們現在早就該閉嘴了 所以不是這樣子比的嘛 就是說沒有錯 你們今天雖然在立法院 是占多數 但是你可以這樣子做嗎 包含今天 你看表決多離譜 剛剛桂亞開場的時候講說 贊成59票 不對 民進黨就沒有59 就51席而已 怎麼會有59票 原來有八個國民黨 又要被黨籍處分了 因為起義來歸 結果後來重新投票 又不一樣 你這個連民權初步都沒上好 你在這種情況 今天我看到一個畫面 我覺得很好笑 那個謝龍介 可能太累了在那裡 杜菇 杜菇突然之間 好像腦袋裡面有一個聲音 他就這樣 突然醒來 要舉手 謝龍介你在舉什麼手啊 搞不好那59票裡面 有一票就是你 我跟你講有時候 杜菇的時候會過戰嘛 然後又嚇到對不對 然後輪到火了 那59票裡面有一票就是你 就是這樣子多出來的 也就是說 從程序的不正義 到這樣子的意識品質 那你叫大家如何相信 你們三讀通過的法律 是一個好的法律 是經過整密討論的法律 事實上這部法律 也非常多矛盾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藍白兩黨 假裝說 我們有採用民進黨的條文 就頒了一條民進黨條文來 結果人家的條文是有邏輯的 它上下條文是有關聯性 你說46跟47是打架的 對 你辦了一條 你就發現跟你前一條條文是打架的 就是這種修法品質 然後你要叫大家遵守這種法律 我覺得這人民生氣是非常有道理的 到底法案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稍後進一步來討論 來 現場已經超過八萬人了 剛才收到最新消息 在那個場子上面 主持人也不要哭嘛 是他們的那個主辦單位 不是我這樣說八萬就八萬 十萬就十萬喔 現場跟大家表示說 已經是有八萬人了 我剛剛在上工之前 我跟我們這個團隊說 等一下有要做個擠去嗎 我們可以再繼續共襄勝局嗎 我現在懷疑我們可能在一個天邊去 天邊角角進不去了 阿苗剛從那裡出來是不是 是是是 今天下午的時候到那邊去一趟 然後有站在剛才這個 第二現場連線那邊 北兆鄉 謝謝你辛苦了 人有夠多耶 真的人有夠多耶 而且大家好非常井然有序 排隊入場 為什麼 因為下午的時候 中山南路的入圈還沒拿到 對 所以大家那是依序青島東 要排隊進場的時候 現場志工還很辛苦說 好我們現在再放一百個人進去 百個都要排隊 人聊管制 你知道嗎 上班日的下午 對 整個青島東跟濟南路 變成要排隊入場 還以為說是在排什麼演唱會 其實不是 全國人民現在正在關心 正在看的是 立法院裡面上演的這一場 假改革大戲 很多人都在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生氣 會憤怒 會站上街頭 你知道為什麼 台灣人最討厭就是詐騙集團 所以如果遇到了詐騙 受騙 你真正是很氣 無論如何一定要給他討回來 受騙或者是背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他是詐騙集團 因為他是掛羊頭賣狗肉 國會改革大家都支持 為什麼支持 因為人民覺得立委素質差 對不對 他說113個立委 裡面有這個害群之麻 有這個假離婚被判刑的 有炒股的 有投資詐騙集團的 然後還有這種 有開罵 你講炒股 我會幹掉你 流氓的 好害怕 流氓的 對不對 官縮的 然後一天 這個什麼收口案 介入人家商戰 這種惡劣的立委太多 所以為什麼國會一定要改革 就是要太除這種惡劣立委 你說公務員 你看都還有什麼 寄過怎麼樣要太除 軍隊也有 偏偏國會議員裡面 你胡作非為都可以有案再生 還可以繼續在裡面審法案當立委 好 國會改革應該是要叫你們不要再胡作非為 國會要去處理泄密立委 對不對 國會要自律 如果有立委敢泄密要把它剁掉 大家都希望說越改越好 但是阿苗因為你在現場 我請教一下 我這個是這幾張 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機該換了 因為我拍完之後覺得 怎麼有一點模糊 是是是 來 這邊呢 這個高三的學生 我說他高三你還可以來 他說因為他已經這個進入就是 我們正在等學校 他們最近還在分科 沒有他已經好像就是 他已經是了 對對對 他們今天考完的樣子 等學校而已 他說我沒有要被代言 高中生不是都是小草 是 不是 我特別跟他聊了幾句台中來的 他對台中特別殺上台北來 另外我們看 今天你不藐視國會 明天就會被國會藐視 是 那再來呢 這個很幽默 朱哥亮沒有死 2014年的王國昌 然後還有這個小朋友 他今天因為他是巡迴 一直在移動中 現在可能不叮噹 因為會卡在某一個地方 他在巡迴的時候 所以很多媒體都有引用他的內容 他17歲的高中生 他想為台灣的民主出一份心力 他從不畏懼 年齡層 有沒有 我看到有那個抱在懷裡的baby 有小學生 然後一路到我們看高中啊 大學啊 這一些 為什麼人民會有這樣的一個氣氛 然後你在現場的感受是什麼 光是看年齡層就知道 這場絕對不是民進黨動員的 然後民進黨沒有辦法 叫這麼多年輕人跟席家帶券 上班日就要出來 這沒辦法 為什麼這樣廣泛的年齡層 其實他的起因 跟十年前的太陽花是一樣 因為他觸動了很多公民心中 那條不可跨越的紅線 今天有很多人民生氣是因為受騙 國會裡面以國會改革之名 推動的其實是國會擴張權力之實 現在按照通過的條文裡面 立法委員的權力竟然大到 比法官檢察官都還可以更大 檢察官要跟你所知 他還必須去申請搜索票 那如果立委這麼大 我們還要法官檢察官幹嘛 一個人擠什麼各種權利於一身 而且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法官檢察官有權利 是因為他們是經過國家考試訓練分發 而且最重要的是超越黨派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法官跟檢察官是必須有義務要退出政黨運作的 可是立委是什麼 他是就在政黨裡面運作 所以我們立委給了他們自己一把上方寶劍 這把上方寶劍亂揮亂砍 做政治報復的時候 誰能制約得了他 目前看起來完全沒有任何自律的規範 這是人民生氣的地方 你告訴我要改革 結果你在自肥 這不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詐騙嗎 所以當然跨越年齡層 跨越族群都會努力的站出來 有靈魂的 racial派依據 你有了 過關 我也 過關 我有 過關 過關